我现在在给求兰拔草突然之间想起来一个很有用的养花知识 就是你发现你的花盆里面有很多的草 那就及时清理 如果说这个草就是很小很娇弱 也不影响什么养分 我建议大家是留下一小部分 它能给你很不错的起到一个天气预报的作用 就比方说你这个盆土里面缺水了 又或者是得一些小虫子之类的 基本上那种很嫩的小草 小虫子会喜欢吃 它能避免你这个植物第一时间就被花吃掉 所以说过分的干净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事 你像花蕊梅也要注意一下 你像这种长到很老了 它会结很多的种子 它会泛滥 所以说你该处理的时候也要给它处理 就是养花 就是多去看多去观察 很多话有问我 老花蕊养花最重要的是什么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有一定的时间 我就觉得像那种 你看很细的很小的这种小草苗子 你又给它留着 留着以后你给它看 但是长大了一定要及时清理 不及时清理它会爆炸式的生长 挺有趣的 这就是植物的一个好玩的事 还有一个就有的话说 老花一我花盆里边有蚯蚓 蚯蚓这个东西 如果是在地栽的时候 它是比较好的一个现象 如果是咱们盆栽 你花盆又比较小 它长蚯蚓的话 它没得吃 它就会吃你这个植物的根系 所以说留一些小草 也可以给它提供一些个营养 有吃的嘛 最起码不会大量的伤你的根 对吧 所以说没事的时候 可以拔一把草 但是要留一部分 你像很多的这个搞农业的 也是一直在说 不建议这个农田里面特别干净 所以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花友们 不过这个度啊 大家要把握 你别到时候弄的满盆里边是草 到时候你是养花 还是养草 好了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吧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啊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长一 白了车吧 嗨 嘿嘿 嘿嘿 嘿嘿